你 妈 你怎么了 少林 之前刘天祥带佳佑来找我 想要让我帮助他 我还曾经大声呵斥过他 你说 他今天真的会带佳佑来见我吗 妈 你不要担心 天祥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他不会骗我们的 真的 佳佑 佳佑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除了不见王少华 你愿意进去他的路吗 叔叔 你也没跟我说要见他呀 哎 佳佑 你现在怎么不是小孩子 很多事情躲得了一世 你躲不过一世 你现在要学个勇敢的面对吗 你说说 听叔叔的 黄太太 赵琳 佳佑我给你带过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工作室呢 还有点事情 一会儿我要先走 坐下 别走 快了 坐下 快 坐吧 来 那家又来了 你们就好好聊吧 刘先生 刘先生 之前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 事气已经过去了 再说 那个时候是一场误 没关系 谢谢你 不用 那我走了 还知道抱歉 家有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你的亲奶奶 你可不可以看在姑姑的份上 跟奶奶好好地谈一谈 妈 你跟家有好好地聊一聊 我出去走走 马上回来 好 展悠 还在生奶奶的气吗 我有资格生您的钱 把这个坏到跟烂泥服务上强的穷小子 怎么有资格生您这有钱人的钱 您不会都忘了 当初您拿钱糟蹋的时候 都说了些什么 这是一百万的支票 算是我对你的心意 一百万 你接近叶玲 不也就是为了钱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我怎么说呢 难道你接近叶玲不是为了钱吗 我跟叶玲是真心相爱的好不好 王爷姐也知道 我们两个是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你根本就是个混小子 你会用尽一切的手段 搞不好你会用什么肮脏卑鄙的手段 英杰怎么竞争得过你 你 我不能让她嫁给一个没有钱 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穷小子 而我们人才不一样 她论身份论地位论长相论学历 都在我之上 她跟叶玲才是最般配的 你听清楚没有 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 我说错了吗 像你这种人哪 根本就已经坏到跟无可救药了 赖咱们想吃天鱼肉 你不会都忘了吧 老太太 你 你叫我老太太 佳佑 你身上也留着奶奶的血液一部分 我是你的亲奶奶啊 对不起 我不是想伤害您 我只想告诉您 我 林佳佑 是林敏君的儿子 我姓林 不姓黄 不姓黄 佳佑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怎么会跟我们王家没有关系呢 你身上留的血液 跟我们王家每一个人的血液都一样 难道这些血液关系 你都不承认吗 难道我不能不承认吗 您当初是怎么不承认我妈的 当初我妈在你们王家 那么辛苦 那么可怜 可您不但不同情她 反而把她赶出去了 现在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这么大 您也身为人母 难道您不知道其中的艰辛吗 您怎么忍心就把我妈赶出去了 您怎么就忍心不认她 佳佑 我知道你妈很辛苦 她很辛苦地把你一个人拉扯长大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她早一点把你还给我们 你从小就不会吃这么多苦 受这么多醉 奶奶会心疼你 会爱你 我们全家都会把你当 心肝宝贝一样地呵护你 可是你妈妈 她隐瞒了一切事实 是她没有把真实的事情说出来 想不到现在 您依然这么固执 难道您就没有反思过 如果您不把我妈赶出来 这些事情会发生吗 还有我要告诉您的是 我妈妈是被您赶出来以后 才知道的由我 是吗 佳佑 你仔细地想一想 你妈怀你的时候是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 她之前也怀过会议 难道她不知道她自己怀了孕吗 难道这不是她存心的 不是她故意的 我妈不是您小的那种人 可是在我的心里 林明君就是这样的人 郭佳佑 我们都是疼你的 您是在讲笑话吗 您对笑话讲得太可笑了 我从小长长的妈 你们对我做过什么 你们疼我 爱我 是吗 你们哪一天哪一点 表现过这一点 从小到大都是我妈一个人 把我拉扯大的 我妈不管有什么错 她都是我妈 以前你们把所有的过错 全都赖在我的身上 你们说这都是因为我 现在好了 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孙子 就把责任一功能地 推到我妈身上 你们就没有反思过 你们这么做对吗 换作是一个陌生人 你们只要对一个陌生人 就对吗 你们都可以 你们都不把死结束 你说什么 你混了我 你看 你看 在我看 你做什么 所以我就想做 你做什么 不是 这一切 还是 从 你知不知道 自从少华知道 你是他亲生儿子的时候 他多么盼望你能够叫他一声爸爸 你能了解他那种心情吗 最近这段时间 他白天不能工作 晚上他也睡不好 他日盼夜盼 他天天想的都是你 那以后 奶奶求你 奶奶求你 求你回到王家 求你早一点 忍住贵族 行吗 对不起 我感到太激动了 可是您不知道 如果不发生之前的事情 我也不会这么激动 我等会儿 从小到大 王烧花 一直都折磨了 无辱我大哥 他不止一次地把我送进派出所 我妈 他不止一次地暗示过他 我叔叔也提醒过他 可是他不但不收敛 反而变变加厉地打烊 这么跟您说吧 王少和 是我心里永远等痛 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加油 你知道你这么说 奶奶有多伤心 有多难过吗 奶奶你就没有想过 你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是什么感觉吗 看样子 你是中黎明君的毒 中得太深了 请你不要再这么说我妈了 老太太我实话告诉你 我妈和你一样 希望我早日回王家认错过你 但是我 但是我 是我自己不愿意 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家庭 你到底要奶奶这么求你 你才肯认识贵宗呢 你不用再求我 我 真的受不起 而且您身边不是有王英杰 而且您身边不是有王英杰 而且她是长孙 您只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她身上就好了 英杰不是很好 现在被你们王家教育都 同情达理 而我 只不过 就是个曼妮服务上的小孩小孩 而且我也习惯了这种伤感 您好好对王英杰吧 你好好对王英杰吧 加油 加油 别这么说 王家也是你的家 奶奶审爱殷杰 可是奶奶更在乎你这个孙子 奶奶求你了 求你回到王家 你和殷杰两个人 一起为王氏启言努力 一起为王氏启言努力 你们两兄弟一起撑紧这个家 好不好 不可能 加油 奶奶都说到这个份上 你还是不肯 好了 你不要再求 老太太 从此以后 咱们各自把重吧